我是一只不平凡的喵 今年可以借助对宫生肖的吉星帮助 这样才能让生活显得更加顺遂一些 鼠羊人是鼠牛人对宫的生肖 而鼠羊人今年可以得到三颗吉星的助力 分别是华盖、天解、以及三台 不过对于鼠牛人来说 吉星的力量不是很大 想要转运还是要靠自己多加努力 三台吉星可以催旺事业运势 不过受到天解半吉星的影响 职场中可能最初会遇到难题 必须要战胜困难才能迎来好的结果 华盖能够帮助鼠牛人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 另外,由于自身有寡宿、凶星 鼠牛人今年性格可能会变得很内向 情绪会变得极为复杂多变 不太愿意与身边人接触和交流 很有可能会在一些重大事情方面出现严重的差错 鼠牛人今年遭到很多凶星的打击 比如说天狗、劈头以及吊客等 天狗可能会导致鼠牛人出门在外的时候 遇到意料之外的惊吓 劈头可能会导致鼠牛人家中亲戚长辈出现严重疾病 甚至有可能引发死亡事件 另外,还要警防、吊客、凶星 鼠牛人今年尽量不要去重症病房看护亲戚朋友 也不要去参加葬礼 否则会给自己带来很多污秽之气 运势会变得越来越糟糕 综合来看 2023年鼠牛人事业和金钱运势表现很一般 没有办法赚到大钱 不过一定要控制好个人的情绪 千万不要长时间保持消沉低迷的状态 遇到不开心的事情 一定要多向家人朋友倾诉 这样才能够消解内心的郁闷之情 另外,由于今年有很多凶星 千万要小心劈头、吊客的打击 应该保持积极善良的内心 可以多去帮助别人 这样能够有效积攒福德 鼠牛人2023年财运 金钱方面 鼠牛人在2023年 偏财收入特别少 只能依靠正财收入 才能维系个人正常的生活状态 这一年 千万不要投机取巧去做投资生意 这样很有可能遇到严重的钱财 破损事件 今年 鼠牛人无法得到吉星的帮助 只能借助对公鼠洋人的吉星助力 天解、吉星 只能在关键时刻 帮助鼠牛人度过危机 对于自己做生意的鼠牛人来说 这一年一定要拓宽赚钱渠道 要让自己具有创新思维 不要死守着赚钱的老方法 虽然在最初推广产品 或者是服务的时候 会遇到很多难题 但是只要鼠牛人能够勇往直前 必然能够让正财收入变得越来越多 鼠牛人这一年届中长辈 很有可能出现严重疾病 一定要做好钱财储蓄工作 这样在关键时刻 才能拿出来很多钱 鼠牛人2023年事业运势 事业方面 对于从事艺术行业的鼠牛人来说 表现得会很不错 因为可以得到对公 华盖吉星的助力 文思犹如泉勇一般 能够创造出很优秀的作品 不过在寡宿和华盖 新的影响之下 鼠牛人这一年 尽量不要过多参与应酬和交集 否则在这个过程中 可能会出现很多问题 虽然鼠牛人这一年在职场中 确实会遇到很多难题 但是好在有天解 吉星的助力 关键时刻 总是会有人出面帮助解决 最终可以逢凶化疾 化险为夷 对于鼠牛人来说 这一年一定要保持低调内敛 千万不要轻易换工作 如果身边有好的机遇出现 可以等到下半年再做打算 不可过于草率辞职 否则可能会长时间 处于失业的状态之中 鼠牛人2023年感情运势 2023年鼠牛人在感情方面 表现得很平淡 有对象的朋友 这一年情侣之间感情一般不会出现争吵 但是感情也不是特别甜蜜 不过对于鼠牛人来说 这一年情绪不是特别稳定 经常胡思乱想 情侣之间可能会缺乏沟通 感情会渐行渐远 面对这种情况 鼠牛人一定要保持坦率和真诚 不管有什么想法 都要及时告知伴侣 这样俩人才能和谐相处 才能让矛盾和摩擦变得越来越少 对于单身的鼠牛人来说 这一年身边根本就没有桃花 应该用心享受单身贵族的生活状态 不要刻意寻求脱单 至于已婚的鼠牛人 这一年在婚姻生活中 偶尔可能会出现一些小的问题 但是不会上升到很严重的程度 更不会出现离婚的情况 鼠牛人2023年健康运势 2023年鼠牛人 在身体健康方面不用过于担心 因为身体方面不会出现太大的问题 但是这一年情绪可能不太稳定 精神和心理方面会出现一定的问题 很有可能会影响到事业和财运的发展 务必要注意这方面的问题 遇到不开心的事情 要多与家人和朋友沟通交流 还可以多去做运动 这样也能够缓解内心的焦躁之情 鼠牛人也可以选择外出旅游 这样也能够让身心健康愉悦发展 需要提醒的是 鼠牛人这一年家宅运势不太好 可以考虑改变家里的装修 或者是购买新的家具 这样有助于催旺家宅运势 否则家中可能会遇到不好的事情 家中的老人还有可能出现死亡事件 鼠牛人这一年 一定要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 即便处于困境之中 也不要放弃对生活的希望 如果你喜欢我这部影片的话 请大家可以按个赞 也分享咯 然后再按一个小铃铛 也收到影片最新的通知咯 感谢你们咯 喵 请不吝点赞 谢谢大家